今天我们教大家如何更换超期的内部传感器垫片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2.5的六九扳手 小号的是最螺丝刀 一个19的套筒扳手 然后一个橡皮囊头 或者拉玛 首先打开外壳 上面是两个是长的 其他部位的螺丝都是基本上一致 下廊打开右侧的螺丝 首先拆掉上面的小的十字螺丝 这里还有一颗 先让我们左侧的 再打开了 这是我们的皮带 这是我们的电路板 然后我们打开右侧的 上下各两颗 然后我们用19的套筒扳手 逆时针打开 如果说当它很紧 当你没有拉码的情况下 可以这里按住这里 然后轻敲它 轻敲惯性能的侧边 这里可以 好 然后换拉码 如果有拉码的情况下 把它对准 对准这里 对准这里 你拍到了吗 这一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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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教大家如何更换那个传感器的电片 我先把机器倒下来 这是我们的传感器 用十字螺丝刀把它拆开 这螺丝放好 然后我们原先自带的有两个电片 它都是两毫米的 然后有一个方案 就是更换两个三毫米的电片 如果说有限制呢 可以直接购买 它的外径是 7和8都可以 内径 内径4到5都可以 这是两个三毫米的 厚度是3毫米 厚度是3毫米 还有一个方案 用原先自带的电片 增加一个1毫米的 厚度是1毫米 然后内径是4 然后外径可以大一点 7和8都可以 9都行 增加的话就先把 最小的新的1毫米的电到最下面 然后2毫米的放在上面 放进去 最起就可以 这一侧也是 然后摆好之后把传感器按好 如果直接放3毫米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锁紧 然后我们把机器震过来 然后先上键条 先把它对正 放进去 然后 我们的惯性轮 对准这个键条 有一个凹槽 对准键条 推进去 然后锁紧 四十三式锁紧 然后先装右侧的大刀车 然后先装右侧的大刀车 然后再装右侧的大刀车 然后再装右侧的大刀车 再装右侧的大刀车 再装右侧的大刀车 先装两个长的 我没有老师坐进 然后上几个小时 水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